置之度外 公元25年 刘秀在洛阳建立东汉王朝 当上了皇帝 这就是光武帝 政权建立之初 国内尚未统一 许多地方势力也有着相当的实力 从不服从东汉 有的虽然表面上表示臣服 实际上都仍旧保留着自己的地盘 各行其政 刘秀花了五年多时间 基本统一了全国 直胜甘肃的韦肖和四川的公孙树 两大势力不肯归服 其中韦肖表面上已向刘秀称臣 并且把儿子送到洛阳任官 表示归顺 可是公孙树自称蜀王 拥兵数十万 盘踞四川山区 四川自古就有蜀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的说法 一守难攻 而甘肃有路途遥远 到底是攻还是不攻 刘秀的部下们分成了两派 争执不下 刘秀的想法是 让部队好好整顿和休养一下 毕竟已经连续苦战多年 将士们疲惫不堪 国力也不堪其重 至于伟肖和公孙树这两个人 暂且放他们一马 日后再做打算 刘秀对将领们说 其当至此两子与杜外儿 后来 刘秀经过一番养精蓄锐 终于发兵 先消灭了伟霄 接着又把公孙树的独立王国攻破 成语 至之杜外 由刘秀所说的 其当至此两子与杜外儿 演变而来 只不把某些事放在心上 根本不许考虑